自從十月份 花蓮遭遭天吐颱風 好雨侵襲 以及發生過六點三的大地震後 泰鲁閣國家公園 溫山溫泉步道的階梯就嚴重毀損 溫泉池附近更是落下大面積的落實 為了安全起見 泰管處緊急關閉了 下切吊橋前的隧道鐵門 避免民眾進入 以免發生危險 值得注意的是 颱風和地震帶來的不是只有災情 原本在山洞裡已經消失一年多的溫泉路頭 最近又冒出了溫泉 不但水量充沛 且水溫高達四十一度 但溫泉池裡到處都是淤沙 且沿線扶手工程還未完成 所以目前無法開放 事實上 溫山溫泉在二零零五年發生過落實砸死人意外後 泰管處一期全責 只開放溫山步道提供民眾使用 溫泉部分則是屬於花蓮縣政府管轄 但因處國家公園內 所以無法開發 現行只能依照野心溫泉相關規定 張貼危險告示 提醒民眾千萬別冒險進入 輕者除以一千五百元到三千元的罰款 嚴重則是發生意外 必須自己負責 記事文在海 五年報道